在新闻中,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使有所闻 如果瓦斯炉或热水器的安装没有依照通风与燃烧条件做安全有效的规划设计 使用时,因为瓦斯燃烧需消耗大量的氧气 在密闭的室内,加时没有补充氧气,导致瓦斯燃烧不完全,产生了高毒性的一氧化碳 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对人体将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对一氧化碳并不陌生 而最早对一氧化碳的毒性做了详细研究的是法国的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 1846年时,他让狗吸入一氧化碳气体 发现狗的血液变得比任何动脉中的血都鲜红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让血液变成如此樱桃红色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 由于一氧化碳可使血液变得非常鲜红 让肉品看起来比较新鲜 所以一些肉品商人会利用此特性来处理肉片 无论是鱼肉、牛肉或猪肉的肌肉都含鸡红蛋白 牛肉颜色深是因为含有大量的鸡红蛋白 当把肉切成片状时,鸡红蛋白会迅速地与氧气结合 便会呈现鲜红色 经过一段时间后,鸡红蛋白会被氧化变成深褐色 若使用一氧化碳处理肉片 一氧化碳和鸡红蛋白结合后,又会变回鲜红色 这两者的结合非常稳定 除了可使生肉不被氧化变色 甚至在10度C的温度下保存28天后 看起来还如同刚屠宰完的新鲜的肉品 但这个部分也引发争议 因为即使肉品处于即将腐烂的状态 消费者也不知情 因此,欧盟已经禁止 但美国的FDA及农业部仍然认可这种处理法 刺身是一种常见的日本料理 做法是以新鲜味煮的肉切成片状 蘸酱油、山葵和味噌等调味料使用 通常是指生鱼片 也可用牛肉、鸡肉等肉类 而其中的生牛肉刺身 是无法使用进口冷冻牛肉制作 有文章的描述推论 如果你进入日本餐厅 要享受高级的牛肉刺身时 发现肉片呈现深褐色 这代表什么呢? 在台湾较少听闻以一氧化碳处理肉品 因为血红素与一氧化碳结合 造成的中毒风险仍不容小觑 生物体内血红素由四个激红蛋白形成 可以和氧更有效率地结合成氧和血红素 也可以和一氧化碳结合成为碳氧血红素 在人体温度条件下 一氧化碳与体内血红素的结合能力比氧气大 所以血红素会倾向与一氧化碳结合 但碳氧血红素并不能提供氧气给身体组织 当体内组织缺氧 症状轻微者会头痛、头晕、恶心、呼吸困难 无法站立 重者会意识丧失甚至死亡 这些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 但是一氧化碳的结合力 到底比氧气大多少呢? 血红素与氧气和一氧化碳的结合化学平衡是 在PH等于7、25度C以μm为单位得到的K值如画面所示 由结合的K值可知 K值越大,两者的结合倾向越大 一旦一氧化碳浓度超标 一氧化碳与血红素结合后难以解离 就会造成体内缺氧的重度现象 而一氧化碳与氧气对血红素的结合竞争关系 可由画面中的方程式表示 请思考一下 1.请写出氏3的平衡定律式表示法 2.请利用氏1与氏2 求出氏3的平衡常数值 并以此推论气体分压相同时 体内血红素的结合能力 一氧化碳是氧气的几倍 氏3的平衡定律式表示法 如画面所示 由于氏3等于氏2 加上氏1的逆反应 则平衡常数的运算如画面所示 因此在人体温度条件下 体内血红素的结合能力 一氧化碳是氧气的234倍哦 环境中氏氧化碳浓度 要低于多少才是安全标准 目前尚无定论 因为长期性 耐性之氏氧化碳中毒研究 需要将曝露资料与生理症状结合 才能分析出结论 一般说来 氏氧化碳中毒的急性症状较明显 在常温时 当氏氧化碳浓度 在空气中达到100ppm 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即为氏氧化碳中毒 当环境中 氏氧化碳的浓度 在空气中达到100ppm时 氏氧化碳分压 约为10的-4次方ATM 就会对人体产生损害 而引发氏氧化碳中毒 假设体内氧气的分压 和空气中相同 约为0.20ATM 请问引发中毒现象时 血液中碳氧血红素 与氧和血红素的比值为多少 当人体中有50%的血红素 被溢氧化碳附着时 即碳氧血红素 与氧和血红素的比值等于1 此时空气中 溢氧化碳的浓度约为1000ppm 约时的-3ATM 就可能会致死 而所谓的附着程度 可以用附着率来表示 也就是与某分子X 结合的血红素 占全部血红素分子的比例 若用附着率来描述 小分子X 吸附到血红素分子上的比率 且结合反应式的K值表示法 如画面所示 其中 PX表示分子X的压力 而附着率与小分子X压力的关系 则经由平衡常数的转换后 可用画面式子表示 藉由物质分压与附着率做图 即可比较平衡常数大小不同的物质 与血红素的结合情况变化 以至人体中氧气与血红素结合的平衡常数 以ATM为单位为28 当氧气分压约为0.05ATM 试求出氧气的附着率为多少 若在人体体温下 以氧气和血红素结合的平衡常数28 易氧化碳的平衡常数约为氧气的234倍进行计算 可得到氧氧化碳的附着率为0.9970 不同的气体分压与两气体和血红素分子附着率数值 计算后如画面表格 请利用此实验的数据 以气体分压为横轴 附着率为正轴做图 做出两气体附着率与分压的关系图 而急诊易氧化碳中毒的传统治疗方式 是让病人利用氧气面罩吸入100%的氧气 目前高压氧治疗是让病人在高压氧舱内 加压到三大气压的情形下 吸入全氧治疗约90-180分钟 加速易氧化碳排除 避免组织缺氧及血管收缩 以改善脑部血流与减少神经后遗症 易氧化碳是无形杀手 在空气环境中或在食品中 我们都应该有意识留意身处环境的状态 以及对于生活中所食所用做出健康的选择 除了孕在氧 血红素还可以与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氢离子结合 结合的方式也与氧完全一样 不同的只是结合的牢固程度 大家可以回顾影片内容 所谓牢固程度是表示什么数值的大小呢 而易氧化碳氢离子一旦和血红素结合就很难离开 想想看 除了有易氧化碳中毒外 会有氢离子中毒吗 欢迎分享你的答案 下次见